大家好 法国人的浪漫真是到骨子里头 这个视频试图去了解 法国人使用香氛的讲究习惯 香氛是一种你看不见却闻得到 在生活中表达你个人品味的日常用品 法国人常说 当你被庆人心脾的香味环药 整个人的心情都舒畅开来 他们使用香氛细致到具体的时间和空间 所以在法国 在酒店、公司或者私人住宅 从入门到走道再到卫生间 常常有香氛的存在 这款香氛就是供以上这些地方使用的 从不加上盖子 当香水蒸发完毕 再继续添加 使得香味源源不断的散发开来 这款装在密封瓶里的香氛 是在客厅里面使用的 当有朋友到访 或者自己突然想要一股香味的时候 可以随时拿出来喷洒 蜡烛香氛的使用 就完全取决于主人的心情了 放在餐桌上点燃 就有了烛光晚餐 放到卧室里烛光摇曳 温柔甜犬 香氛是气氛的制造者